茶葉改良廠 茶葉改良廠 那麼在今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就是 我們茶改廠推出了台灣特色茶風味輪 有日文版跟英文版 那到底要如何用看的 就可以了解一款茶的風味 要如何使用這個風味輪呢 這個部分我們加強邀請到 我們茶葉改良廠黃宣翰助理研究員 為我們帶來台灣茶風味輪的詳細介紹 讓我們掌聲歡迎 謝謝主持人的介紹 我的名字叫黃宣翰 目前是服務於在茶葉改良廠自茶課 擔任助理研究員的職位 今天非常高興擔任這一小節的講師 為大家更進一步的去介紹 台灣茶風味輪到底該怎麼去使用 以及它的目的或意義何在 OK Mr.Huan is an assistant researcher in the tea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s 今天 he's gonna share with us how to use these flavor wheels 吃茶事情等候很久 那我們先奉茶 這杯茶是我們的有機 或是有機 洞頂烏龍茶 請大家可以慢慢的去感受一下 洞頂烏龍茶的特色 OK These are 洞頂烏龍 tea Please enjoy 就可以感受它的味道 然後等一下我們在風味輪上 會在特別的這句講 它的風味是什麼 OK Later on we will use the wheel to describe the flavor of it 在傳統上我們對於茶葉風味的描述 都是偏向比較籠統 比較模糊 比較不具體的 像是我們會用優雅 去形容一個茶葉的味道 Traditionally we always use very vague description to describe the flavor of a tea for instance you will use It's very nice It's very elegant 這樣一來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 這有可能會導致賣茶的人 跟買茶的人 他們在溝通上就會有一定的落差 That would cause the gap between the buyer and the seller of tea 而風味輪就是米瓶這樣的落差 去建立一個共通語言的一個工具 So the tea flavor wheel is for the purpose to create this tool So we have the common language 風味輪它定義了茶葉中存在的各種風味 So it defines various flavors in the teas 並且用直覺式和圖形化的方式去做一個呈現 use an intuitive and graphic way to present the flavors 我們進一步的來說 消費者可以去使用風味輪 然後按圖鎖記 就像一個鎖影一樣 他可以按圖鎖記也去描述 他品頻道的所有的風味 然後進一步的去了解 他自己是喜歡什麼風味和不喜歡什麼風味 So the consumers can use the flavor wheels and those terminologies to identify as an index to use for the sellers and buyers to describe precisely as to what they prefer what they not prefer 反過來說呢 業者也可以去著作出 符合消費者期待 或是消費者喜好的產品出來 and on the other hand producers can produce the ones that's been liked by the consumers 而要了解風味輪如何使用 了解它的整個結構是第一步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to use the wheels to understand its structure that is the first step 而風味輪它是一個全方面的磁庫 所以它的風味的描述是包含正面和負面 So it covers the entire comprehensive lexicon it's like a database it includes both sides of the flavor positive and negative 但是在我們風味輪裡面 我們並沒有明確地指出哪些風味是正面和負面 In the wheel we don't identify which ones are positive which ones are negative 這一點在我們風味輪工作小組的討論會議中 有進入深度的討論 最後我們覺得是 所謂的專家覺得不好的風味 可能某些消費者會去習慣 So we have an indexed discussion in our task force and we concluded that maybe the so-called negative flavors in our eyes for the consumers they may not be having the same feeling 因此如果我們直接去標示哪些是好的 哪些是不好的風味 可能會對茶農去銷售茶葉上 造成某種程度上的困擾 Therefore if we identify which ones are the good ones which ones are the bad ones the positive ones and the negative ones would cause the trouble and confusion for the farmers 而整體風味的結構 我們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首先是茶湯水色香氣以及滋味 所謂是茶湯水色的部分 這是我們蒐集從路等到陶代的茶樣 沖泡之後我們用標準色卡去比對後 由淺到深去做一個排列 首先是茶湯水色的部分 這是我們蒐集從路等到陶代的茶樣 沖泡之後我們用標準色卡去比對後 由淺到深去做一個排列 而這樣的意義就是消費者 如果去市場上買到該茶類的產品的話 他沖泡出來 他的水色應該也要落在這個區塊之內 但是在這裡我們並沒有指出 所謂的標準水色是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茶館廠發現 所謂的水色跟品質之間有相關 但是沒有必然的關係 我們發現 液氧水色或水色 可能跟質素相似 但可能沒有直接的關係 不是說 這個顏色就是比這個顏色好 或是說這個顏色就是一定有什麼的風味 因此水色圈它是一個獨立的區塊 接下來我們帶滋味的部分 滋味分成基本味覺跟口感兩部分 在基本味覺的部分就是酸、甜、苦、鹹、鹹這五種 我們味蕾所感受得到的訊息 在基本味覺的部分就是酸、甜、甜、苦、酸、酸、酸、 然後在口感的部分就是口腔中觸覺的體現 在裡面我們分為純淨度 它在口味天秤的兩端就是清爽跟悶雜 然後在細緻度就是細緻跟粗糙 然後在滑順度部分就是滑跟澀 在飽滿度的話就是濃稠跟淡薄 在餘韻感就是持久跟短暫 接著進入到香氣的部分 主要有三個重點要跟大家解釋 在第一層在香氣的部分 在最內圈它是涵蓋範圍最廣的一個詞彙 而隨著由內往外它的形容詞彙會會變得越來越具體 而在移動到廣角的部分 它會變得更加密實 舉例來說你今天喝那個洞頂的茶湯 你喝一口你去搜尋你今天最主要的感受是什麼 可能是花香是果香是甜香 現在你發現覺得是甜香 這時候你可以喝第二口茶 去想想看甜香中到底是奶香糖香還是蜜香 好 例如董頂烏龍你剛才有的 你可能會找到哪一層是花香或甜香或蜜蜜 如果你覺得是甜香的話 你可以再往下進去 尋找到哪一層是奶香或蜜蜜 這樣一層一層往外 你就可以得到更具體的一個形容詞彙 但是在這邊也不是說強迫大家一定要往最外出去找到它形容的詞彙 如果在第二層你已經可以去描述中你心中所想的風味的時候 有何不可能 在第二點呢就是 該個風味輪的特色的主要特徵風味 我們會放在右上角的位置 也就是說如果是以清香型條型包種還強 它的主要風味就是花香的部分 例如董頂烏龍的香味 它有兩種類型的香味 也就是說消費者如果去市場上買到一個好品質的調型包種茶 給它的第一印象 它應該要喝到花香的味道 如果它喝到的是其他的味道 我們可以說是這個茶樣 它已經失去它的主要特色 給我一個例子 給我一個例子 如果您買到一種香味的包種烏龍茶 主要主要有香味的香味 如果您沒有那種香味 那意思是質素已經分析了 第三點呢我們是希望去建立香型跟顏色色塊之間的關係 第三點呢我們是希望去建立香型跟顏色色塊之間的關係 因為風味輪它是一個直覺式的展現 所以如果你今天聯想到青色 你會想到綠色 你會想到清香 你會想到粉紅色 你會聯想到花香 這樣可以讓消費者或是使用者 更容易去使用這個風味輪 讓它變得更方便去使用 所以例如你會想到這個茶 如果您可以看這個色 你會想到這個色 你會想到它是很軟的香味 那你會想到它是否是花香 或是甜的 或是果香 所以您可以在這個程式 接下來我們就試茶是等待已久 我們為大家奉上第二款茶 這是我們的東方美人茶 Next one is Oriental Beauty Tea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東方美人茶的美好 是對每個人都還蠻喜歡的 Okay this type of tea is mostly liked by everyone 介紹完風味輪的整體的結構之後 我現在就是進一步去 逐一的介紹六大茶系風味輪 Okay now I'd like to introduce the six types of tea flavor wheels 首先是台灣綠茶風味輪 This one is Taiwan Green Tea 它的代表性茶類是碧羅春綠茶 它主要產自在新北市的三峽區 Representative Tea is碧羅春 Green Tea produced in Sanxia District of New Taipei City 就如同我剛才提到的 風味輪最主要的風味會放在圖像的右上角 而這右上角就是清香 所以台灣綠茶的主要風味就是清香 As I said the major taste flavor would be placed the position o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so for this green tea the upper right corner represents its major flavor 像清香裡面就有炒香蔬菜香跟豆香 就像剛剛稍早大家有喝到綠茶的茶樣 是否有感受到蔬菜香跟豆香 然後是否有感覺到它的鮮甜度呢 Yeah in here as you can see you can taste it may have the flavor of either grass vegetables or beans so probably you can sense the flavor of beans or vegetables in here 再來是清香型調形包種茶的風味了 Now this one is Fragrant Street Pie包中 tea flavor wheel 它的代表性茶樣是文山包種茶 它是主產在新北市的坪林跟石定等區 文山包種 tea is the representative tea and produced in New Taipei City 石定 district 所以從這個圖上我們就可以知道 清香型調形包種茶最主要的風味是花香 在花香裡面就清香跟農香不同的香氣去做一個描述它 稍早我們喝到了所謂的童蛙嗓的茶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受到像是枝子花或玉蘭花的花香 以及它帶有一些可能有些牛奶般的甜味的存在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受到這樣的風味 So包種茶 I think the major flavor is floral either light or strong and earlier you had this tea already Did you sense a type of flower flavor in there? 也就是說如果你喝到了並不是它主要的風味 而是其他的風味的話 像是木質香或是其他的味道的話 這有可能是因為它存放過程 或是它自茶過程中有些缺失之後所產生的 If for this kind of tea you don't sense the floral flavor rather you sense the other flavor that means probably the quality is deviated when producing the tea or maybe it's been stuck for too long for instance 接下來是清香型的球形烏龍茶 fragment ball type烏龍茶 那代表性的茶樣是高山烏龍茶 high mountain烏龍茶 high mountain烏龍茶 is the representative tea 高山烏龍茶它的定義是 一千公尺以上茶園所生產出來的茶葉 that means that usually if the tea is grown on high mountain with the height of over one thousand feet 一千英尺是吧 公尺 公尺 meters then that can be defined as high mountain tea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因為陽光的散射以及日月溫差大 會造成茶葉本身裡面苦澀滋味的成分會比較少 鮮甜滋味的成分會比較多 because of the sunshine and because of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day time and night time the bitterness in the tea leaves will get less so that that's the feature of this kind 加上它葉片的果膠質會比較厚 所以你喝起來的濃稠度就會來得比較好 and also the fruity gel feature of the leaves would be stronger and thicker so you can sense the thicker feeling 比如說在清香型球形烏龍茶裡面 它主要風味有花香跟甜香 不知道 不知道大家先前也有喝到 所以你今天的童花賞的清香型的球形烏龍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受到 這個風味有跟包董茶有點類似的那種花香味 但是它的水會比較甜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感受 OK Earlier you had tasted this type of 烏龍茶 Have you sensed the floral sweet tea type even with a very sugary type of feeling 接著是備香型球形烏龍茶 This one is heavy roasting bowl type 烏龍茶 它的代表性材料包括了洞鼎烏龍茶 鐵觀音茶以及紅烏龍茶 洞鼎烏龍 鐵觀音 and red 烏龍 teas are the three representative teas 洞鼎烏龍茶它主要產自在南投的鹿谷竹山等地 洞鼎烏龍 are mainly produced in 鹿谷竹山 townships of 南投 鐵觀音則主產在台北市的木柵區 鐵觀音茶是 mainly produced in 台北市的木柵地區 而洞烏龍則是近年來茶葉改良場 台東分廠 它融合烏龍茶的製法跟紅茶製法 所創造出來的一種新型態的特色茶 And this is right 烏龍 tea is recent years produced or developed by 在台東地區、茶研究宣傳站 混合董、烏龍和黑茶 來製造成紅烏龍 比如說我們看到這樣貝香點球型烏龍打風味 我們看到它右上角最主要的風味就是培香 然後在培香之中又有不同層次 像是堅果、培烤跟煙燻 這就是烘焙程度上的差異 如果它烘焙程度更深一點的話 就有可能出現像木灘般的焦味 It depends on the level of roasting If you have a heavy roasted and probably you can sense the flavor of charcoal 接下來是東方美人茶的風味輪 the Oriental Beauty Tea 東方美人茶是茶清經過小綠葉禪叮咬之後所製成 and this Oriental Beauty Tea was being actually beaten by the 被什麼咬 小綠葉禪 一種昆蟲 but insect is a little insect it's like a warm type of green warm type of insects 所以它帶有非常特殊的一種蜜香 it has a very special honey flavor 但是小綠葉禪叮咬可遇不可求 被叮咬之後不見得做出來也有很蜜香 the chances are even it's been beaten by this small insects it may not develop this honey flavor 也就是說消費者在市面上所買到的東方美人茶 不見得都可以品嘗出蜜香的風味 that means that for the Oriental Beauty Tea that's available in the market if you purchase them you may not actually get the honey flavor by chance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東方美人茶的主要風味上面 我們把果香擺在甜香之前 這是因為東方美人茶是重攪拌重微雕的茶樣 所以它的果香是因它的基本的條件 that is the reason why we put the main flavor as fruit tea instead of sweet tea fruity is in front of sweet tea because this Oriental Beauty Tea is going through the head of the heart the heavy rolling and also heavy processing that is why we emphasize it has the fruity flavor 不知道剛才給大家品嘗過的東方美人茶 大家有沒有品嘗出的蜜香呢 I'm not sure you can 大家有多人在點頭那應該是 you can sense this honey flavor with this Oriental Beauty Tea you just had 來 接下來是台灣紅茶的風味輪 它的主要風味是果香 台灣black tea the major flavor is fruity 它的代表性茶樣是像是日月潭紅茶裡面的紅芋 representate tea is like the black tea from salmon lake 它的像是台大18的紅芋因為它的風格十分特殊 它有像是辛香料般的有些人覺得它是肉桂的味道 然後它的清涼感有些人會覺得是薄荷的感覺 現在許多茶區會利用夏秋季的茶莖 小葉種的茶莖去製成小葉種紅茶 它是特別著重香型的香氣的一種紅茶種類 蜜香紅茶只是在花蓮那邊所特產的一個特色茶類 它就是帶有蜜香味的紅茶 而接受完六種風味輪之後 我們今天在這個有機茶的交流品味 我們不只希望大家可以喝到有機的好台灣茶 我們也想要了解各位朋友各位貴賓 他們你們平常喝茶的習慣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問卷 大家可以拿出你們的DM上面也有我們的問卷的QR Code 你可以掃描這些QR Code 然後我們會需要你們填一些基本的資訊 像是個人的基本訊息 然後你平常喝茶的習慣 以及哪一種台灣特色茶你比較喜歡和不喜歡 然後我們也希望如果你們可以回答一下 從以前到現在你們所喝過的風味有什麼 也可以幫我們勾選一下 然後完成這個問卷的時候 就是在我們的外側走廊 就是完成問卷我們就可以送一下 我們今天主題的資料夾給大家當成一個小禮物 接下來進入到下一個章節 也就是廠長上有提過所謂的Tax 台灣茶分類分級系統 這跟風味輪相比 它就是一個更進化的一個系統 風味輪它是一個工具 它可以用來描繪你所品嘗到茶葉的風味 但Tax 只是可以將風味輪應用在個別的產品上 它有三個基本的內涵 第一個就是要保證國產 所有參與這個系統的茶樣都必須是 可以做溯源可以知道產地是什麼 它具有必要這個認證或標章 第一個是確保安全 它所有的生產過程都是要可以追溯的 並且它的要點必須要符合國家的標準 第二個是保證它的安全 因為產品能夠再配合 所有的國家的標準 第三個是產官學專家的分類分級 透過這樣的分類分級 我們用風輪去描述這個茶樣的風味 讓消費者可以更輕鬆地去認同這個茶葉的風味 第三個是用了專家人 來幫助我們做這個調整和調整的菜 通過這個調整的系統 所以消費者可以更加確實地描述味道 最後我們會在產品上附上我們的特色乳跟風味描述卡 具代表這個茶樣的特色 接下來我們會在產品上附上的特色乳跟風味描述卡 接下來就是視察事情等候已久 我們為大家奉上今天這個簡報的最後一杯茶 它是剛提到了我們的十八號紅玉紅茶 它有特殊的風味 所以有些人喜歡有些人不喜歡 就看看大家到底喜不喜歡這樣紅玉紅茶的風味 這就是我們今年在Tex這個系統上舉辦的成果 我們已經將這道系統拓展到全台灣各地 包括了宜蘭的有機茶跟素杏紅茶 桃園爐煮的如風烏龍茶 以及今年舉辦的全國有機茶 Tex分類分子評鑑 以及花蓮的以及台中的蜜香跟紅玉 跟日月潭的紅茶 這張圖示範圖示範圖的成果 提供這些財產系統在台灣 我們有幾個工資產品 被考慮了 例如在伊朗、桃園、花蓮、港府等 黑色和烏龍茶 這就是特別在介紹一下 就是今年《茶葉感恩場》 在Tex上面所舉辦的重頭戲 就是我們的2020台灣Tex分類分級評鑑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活動 我們在我們的電影公司 台灣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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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2020年提供財產品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機認證的標章 然後藉由產官學專家的評審 讓台的評鑑更貼地氣 更公正客觀 最後我們用特色輪跟風味卡 去代表這個茶樣的特色 我們也要邀請 今年在404 等一下在404 大家可以過去 就是邀請今年得獎的茶農 包括在球星組的部分 有農破最高出農 翠蛙選的慈心晶圓茶場 金蛙選的郭茂南農友 以及銀蛙選的五茶食業公司 OK In the room 404 You can visit these good teas Rank the number one, two and the three A little while If you have a chance Go to the next door to taste this 然後在條心茶部分 同樣有翠蛙選的三星有機茶園 四方有機名茶園 以及東城茶場 OK The previous one was the ball type This is a strict type And we have these three producers 除了有機之外 我們也將TAG系統導入 在所謂的產銷履歷的茶樣上面 這是爐蜂烏龍茶 在桃園市爐竹區的一個特色茶 然後同樣我們是用 有特色輪跟產銷履歷 同時我們用風味卡 去代表這個茶樣的風味 OK And this is one example In the 桃園烏龍 tea It's traceable The production and the marketing We use this wheel Plus this production resume And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For this tea 最後我們也邀請兩位 在採銷履歷上TAG得獎的茶農 第一個是信心製茶廠的陳正慶農友 以及明星茶園的劉均品農友 And we have invited these two winners One is from Taoyuan One is from Yilan And Mr. Chen and Mr. Liu To present their tea 在簡報結束之後 歡迎大家可以去士林市 與這些農業去做一個更深度的交流 讓大家更了解TAG的意涵 以及他幕後的 我們想要帶給大家的是什麼 So these farmers and gentlemen are in room 4 with their products So you have a chance go there afterwards and to chat with them to taste their products 報告這邊謝謝大家 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謝謝宣浩為我們做的一個分享 謝謝您